那么我们继续看课本的第84页 我们继续看这篇课文 我们还剩最后一个部分还没谈完 那么之前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了 城市的现在的这些形象 有很多的问题 雷同平庸等等的 那么在第六段 作者就提出一个问题 然后提出他的一些看法 第六段他说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为城市做些什么 怎样改变城市形象的平庸与雷同 雷同我们上节课已经说过了 对不对 新建的这些房子非常的雷同 什么是雷同 像similarities但是是负面的 对是相同但是是负面的意思 对不对是一个贬义词 看起来都一样的 没有什么自己的特色 好了平庸也是一样 平庸就是很平凡的 没什么特点的 那么这些我们也可以说平庸 所以平庸这个跟雷同都是贬义词 都是贬义词 很普通很平庸 好那么作者他是一个艺术家 作者认为应该怎么去改变这些不太好的 没有特色的形象呢 那么作者他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叙述 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七段 他说我想首先要做的还是对原有的城市形象进行认定 任何事物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个性价值 城市形象就是一种个性形象 一种特定的文化形象 尽管能表现原有城市形象的许多建筑 街区和景观已经被我们毁掉 但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 去寻找曾经体现原有城市形象的各种元素 比如城市面貌 街区构成特征 明居样式 标志性建筑和标志物等等 好那么我们先看第七段的前半部分 所以他说要改善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 应该怎么做呢 要进行一个认定 要对原来的形象认定 什么是认定 要把它找出来 而且确定下来 这个叫认定 所以要找出来 而且要确定 它的形象是什么 因为在作者看来 他说最重要的 你看艺术家很强调的是个性 对不对 有一些艺术品为什么那么贵 因为独一无二的 所以这个个性的价值是很重要的 好所以怎么去寻找这些城市的个性呢 那么他就提到了 他说我们去 我们可以去寻找一些元素 来体现原有的城市形象 然后他后面列出了一些这些东西 什么是元素 他说寻找一些元素 来代表 来体现 以前的形象 什么是元素 用英文怎么解释 怎么翻译 element 对一些element 对很好 所以他说要找出这些 这些东西 这些元素 什么东西呢 城市的面貌 原来城市 它的整体 总的来说是什么样的 我们应该把那个要找出来 要看看过去的样子 以及看看过去的这些街道 还有这些区域 是怎么构成的 比如说我们说过这个北京 那个很多的街道 是南北走向的 对不对 还有呢 有一些城市 它是沿着一个 一条河 还有沿着这个湖边 构成的这些街道 所以我们要找出这些特征 另外呢 要找出民居的样式 民居就是普通他们那些老百姓住的家里 现在很少看到都是公寓楼的对 但是你去老城区 经常能够看到这些民居的样式 比如说这个房顶 我们家 当时我们买了一个旧房子 我们remodel 我们重新装修 我们就用了黑色的瓦顶跟白色 那个黑白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是中国很多不少民居的一个特色 那么如果你去比如说去这个San Diego那边 你会看到比较多的那个红砖顶的这些房子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些民居的样式 另外呢 他说还要找两个标志的东西 一个标志性建筑 一个标志物 那么什么是标志呢 什么是标志 一些icon 对不对 这个叫标志 所以在沿湖城Solic City 它的标志性建筑是什么 圣殿广场 对圣殿广场 对很好 那个就是标志性建筑 对不对 标志物大概是什么呢 比如说有没有一座大山 或者一个大湖 所以由他 那个外国人都知道Yuta 都知道那个大拱门 对不对 那个Arches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大的标志物 还有去那个 去San Francisco Golden Gate Bridge 对不对 像这些标志物 好的 那么他就说 我们要找这些东西 这些元素 好的 我们再继续看第七段的最后的部分 但是作者他说 然而如果不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经历 人与自然的关系 民俗习惯 还记得我们在作业里面看的那篇 文章提到民俗习惯吗 还记得吗 要注意这个少数民族的这些民俗和禁忌 对不对 好 民俗就是这些民族的风俗 custom风俗 还有他的习惯 好 他说要了解这个 以及当地人的集体性格 仅仅把上述这些城市形态 当作一种景观 那么就无法抓住城市形象内在的灵魂与本质 好 他说啊 不能只是看到这个景观 这个view不只是这个景观 那么简单 他说我们还要了解城市的历史 好 比如说南京 有同学去过南京留学 南京可能 如果不了解历史的话 就不太不太了解这个地方 但是南京是什么 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所在地 对不对 所以要了解这一段历史 然后保留这些国民政府以前的这些建筑 对这个城市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他就说要了解这些东西 以及当地人的一些它的特点 这样才能够抓住 catch 抓住城市形象 不是外在而是内在 这个灵魂 还有本质 看得懂这两个词吗 灵魂你们应该知道 对不对 灵魂 so 这个灵魂 还有本质 这个core 本质 好 然后他说 一旦我们抓住这些 关于城市文化个性的基本元素 就知道哪些历史遗产必须严加保护 哪些特征应该在新建造的城市中体现出来 我们应该千方百计的守住与发扬自己独有的城市个性与形象 尽管彻底改变当今城市 继承的雷同和庸俗已经没有可能 但仍然可以不断改善这个巨大的错误 你看作者他一直的观点都认为 现在的这种城市建设是一种错误 因为让这个城市形象灭绝了 对不对 但是作者说 只要我们能抓住这些元素 来保留那些历史遗产 保护这些遗产 就可以更好的保护城市的形象 什么是历史遗产 这是什么东西 什么是历史遗产 听过吗 遗产 听过吗 应该是 一个人死了以后留给后人的 这个叫遗产 所以你看 不要看Yuta 好像什么都没有 只有山啊 这些山是这么重要的山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遗产 对不对 这个山那些一层层的石头 这个在中国看不到的 一层一层这种风化石头 特别漂亮 所以这些就是 这个地区的这些 历史遗产 所以作者就说 我们要保护它 才能守住 你看保护保留 还有守住 都是同样的意思 Preserve 对不对 要保护保留 还有发扬 来让大家看到 发扬 发扬光大 让大家看到这些形象 好 那么这是作者提出的 改善城市的一些方法 好 那么这篇文章 我们大概就看完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吗 可能有些同意 有些不同意 对不对 他从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角度 去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在我看来 保护历史遗产是应该的 但是这个新建的建筑 我觉得也非常好 没什么问题 好 好了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你可以在你的作业里面写一下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一下练习 我们先看练习四 你们可以看课本87页 87页看一下练习四 Reading comprehension 阅读理解 好 看看你们还有一些词语 你们的了解怎么样 好了 你看作者在这篇文章 用了很多的形容词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作者认为过去的中国城市的形象是怎么样的 哪一个词呢 第一 时髦的 第二 实用的 第三 鲜明的 第四 单调的 这些词不一定是你们熟悉的词语 但是在这一刻可能会学到这些词语 过去的形象是哪一个 选什么 你们说好一二三四你可以举个手指就好了 过去的以前的形象是怎么样 是C对不对 是鲜明的 还记得这些词的意思吗 时髦的 fashionable对不对 实用的 practical 鲜明呢 很清楚的 很clear对不对 单调的 boring单调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过去是很鲜明的 很清楚的 好 这是第一个 选C 好了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 在作者看来是什么原因改变了中国的城市形象 是什么原因 第一个 简单化的城市规划 第二个 对历史建筑和街道的拆除 第三个 建造雷同的楼房 最后 以上都对 选哪一个 都对了 对 前面三个原因都是 好 所以这里应该是选地 好 下面我们再看看第三个问题 城市改造破坏了原有城市的什么 第一个商业性 第二个个性 第三个标志物 最后一个创造性 应该是哪一个 个性 个性 对很好 是第二个 它的独特的个性 好 好 下一个选B 第三个问题选B 第四个问题一起来看看 哪一个 你注意哈 不属于 不属于城市文化个性的元素 还记得这个元素吗 Element 对不对 好 哪一个不属于它的个性的元素呢 第一个 标志性建筑 第二个 娱乐区 第三个 当地人的集体性格 最后一个 民俗习惯 哪一个不属于它的个性的元素 哪一个 对 第二 娱乐区 对不对 好 所以不同的城市可能有不同的标志性建筑 不同的集体性格跟民俗习惯 但是没有这样什么娱乐区哈 没有这个独特的这样的方面 好 所以这里应该是选B 好的 好 那么这是我们对课文的一个理解 以及对这些词语的一个复习 好 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这篇课文 但是我们只是总结 第二段 第三段 跟第四段 还记得这三段吗 这是作者提到的三个原因 对不对 一二三 三个原因 看看你能不能用一句话 来把这一段给总结出来 你们讨论一下好吗 你们说一下 总结一下 好 那我看到我们很多同学 这个阅读都都不错 理解的不错 但是有的时候 看你们作业 我觉得你们的表达能力 还是比较欠缺的 所以要 要多训练一下自己 看完以后怎么去retell 或者是summary 要总结 好 下面我请三位同学 第一个 第二段 第二段 海军龙 好的 所以第二段 喊的是 现在中国 很保持这个 旧城改造的 看法 所以 就拆了很多 很多老的房子 旧城改造 拆除了 很多建筑 对不对 所以 这个 我们可以说 旧城改造 你可以加入 加在这里 拆除建筑 造成城市历史形象的丧失 好 我们要学会要总结 把这个 把这些意思 总结出来 好 第三段呢 谁来试一下 林天牧 可以吗 可以 作者不喜欢 中国城市 建筑 新的 比较新的 但是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 建筑 好 所以他 他不喜欢这种 新的建筑 没有特色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说 新建的建筑 虽然很时髦商业 但相互雷同 把这些关键词 说出来 好 第四段 安建瑞 第四段呢 作者认为 功能性分区 灵灭了 历史 人文的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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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的人文 记忆 对不对 好 所以 你看 我让你们做这个练习 不只是能够说出你的理解 而且要看看要怎么用一些比较书面与关键词来总结出来 好 以后我们多做这样的练习 好的 下面我们再看练习六 练习六就是你们今天的作业 这里有一些词语 有一些动词 看看动词和名词 看看你们还记不记得它的意思 第一个 丧失还记得吗 丧失知道吗 消失了 不见了 丧失 再也没有了 这个叫丧失 好 尽管中文很难 但是不要丧失信心 不要失去信心 好吗 好 下一个 第二个 积累 还记得积累吗 他说一个城市的历史形象 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积累 还记得吗 翻译成英文可以怎么翻译 李鹤丽 对不起 accumulation可以吗 对可以 accumulate 对不对 动词 动词 好 好的 第三个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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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承担 我们经常可以说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 好 所以 结婚以后就要承担起这个养家糊口的责任 对不对 好 第四个困承担责任 困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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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五个刚刚刚那一段谈过的本质还记不记得本质 我们经常说表面上是这样 但本质有可能不一样 听得懂吗 就是他的内涵 对他的内在是怎么样的 好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孩子呢很淘气 很调皮啊 经常做坏事情 但是呢 这个孩子的本质还是好的 听得懂吗 本质 内在的 对不对 内在的 好 下面我们看看哈 第六个 要不你们选两个词吧 选两个词试一下造句练习一下 好吗 好 给你们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 刚刚我跟我们组的同学讨论的时候 这个说到这个丧失这个词 刚刚忘记提醒你们 丧失跟失去都是那个没有了 表示没有了 但是丧失呢 他的程度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在一般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只说失去 丧失是完全没有 都都丢失了 一点也没有剩 这个时候我们才说丧失啊 好 好 你们回去在你们的作业上面写一些你们的句子 然后我看一看 好的 下面我们再做下一个练习 我们一起来看看 练习七 练习七是这个四字词语 那么在中文里面 尤其是一些比较书面的 比较 这个文学方面的这样的作品 那么经常会用到一些四字词语 这些词语更听起来更加的高级 更好听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这一刻出现过的一些四字词语 好 这一个练习就是一个matching matching 看看左边跟右边的 有同学有问题吗 本质能不能用来形容人的特质 可以的 本质可以形容人的特质 人的本质可以这样说 好 那么练习七 我们看一看 左边的这些词 应该跟右边哪个词 可以连起来组成一个四字词语 一起来看一看 历史什么呢 历史风吟不全 故纪悠久 悦意各意破碎 还是百计 历史什么 你们可以把这个声音打开 我们一起做这个练习 历史什么 悠久 悠久 对很好 有丰富的历史 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悠久 好 下一个 风情什么 作者提到了这个中国的城市 本来风情 风情 风俗 跟这些景色怎么样 用哪一个 各意 各意 对很好 风情各意 风景啊等等的风俗啊 各不一样 各意 好下一个 支离 还记得吗 他说现在这些城市形象已经支离哪一个 你看分离了分开了 所以应该跟哪个在一起 破碎 对 支离破碎 非常好 支离破碎 好 好 像一个 残缺 你看残跟缺都是少了的意思 少了 不是完整的 残缺什么 不全 对很好 残缺不全 好的 好 毫无 作者用了毫无什么 的拆房子 毫无 顾忌 不害怕的 也不担心的 那个就 就不管了 什么都不管 就去做了 这个叫毫无 顾忌 好 我们有时候 我们说话的时候 容易伤害别人 我们说话要小心 但是有些人说话 很直接 毫无顾忌 好 好 下面这一个可能你们以前听过的 千方什么 百计 百计 很好 千方百计 想尽各种办法 对不对 想尽各种办法 去做一件事情 千方百计 好 这个也是我们熟悉的 我们上节课也谈过了 日星 命运 月异的 月星 月异 好 然后最后一个 血肉 他说 以前的形象是 血肉 什么 风 营 对不对 血肉 风营 就是非常丰富的 好 那么现在呢 很单一 很简单 好的 那么你看 作者用了很多的这个四字词语 这些词语可能大家以前都接触的不多 所以我们在这一刻呢 我们可以多学习这些词语 以后有机会可以用一用 好的 有没有问题练习期 没有哈 我们一起来看练习八 练习八 好 这里是这些词 历史悠久 风情各异 支离破碎 残缺不全 毫无顾忌 千方百计 日星月异 还有血肉风银 好 下面我们看练习八 练习八 那么这里有一些词 鲜明 刚刚我们说过了 对不对 很鲜明 很单调 形象很鲜明 单调就是很简单的 单一的 对不对 高明 还记得高明这个词吗 他提到了 他说 老北京城 还有华盛顿 巴黎这些城市的设计规划 很高明 还记得吗 什么是高明 很聪明 其实有点像聪明的意思 但聪明一般是本来就有的 高明是他的那个想法特别好 特别高明 或者是某个做法某个想法 特别高明 好 好 第一这个 鲜意 这个字呢 上次在课文里面说的比较快 鲜 你看这个字 这个字 它的读音很特别 那么在汉字里面呢 很少有 鲜这个读音 这是唯一 唯一一个 用这个鲜 读鲜 好 什么是鲜意 看不懂 没关系 看得懂后面 什么是意 很不一样 不一样 对没错 鲜意就是不一样 在比较文学 比较书面的这些文章里面会看到 好 意元素 我们已经说过了 最后一个中断 他说了 这个历史 因为这些建筑呢 现在已经中断了 不能够传给后人了 什么是中断 停了 对不对 不再继续了 停 停了 不能继续 这个叫中断 好 下面是这个六个句子 你们一起讨论一下 做一下这六个句子 好吗 填一填 出来了 好 我们看一下 你们可以把声音打开 把声音打开 第一个句子 工人们在政府大楼前游行 造成附近交通 什么 中断 中断 对很好 中断 是这个F 我再继续了 中断 好 第二个 他渐渐对如此 什么样的生活感到厌倦 厌倦不喜欢了 很讨厌了 这里填什么 你们吧 可以把声音打开说 避吧 避单调 对不对 单调 对好的 好 三 幸亏医生什么样的医术 医术就是这个医生的技术 他什么样的技术 我的姐姐才能顺利把孩子生下来 选什么呢 高明 高明的医术 对 高明的医术 对很好 好 第四个 这部小说里每个人物的形象都十分什么 每个人有各自的特点 鲜明 鲜明 形象和鲜明 对好的 好 第五个 他们虽然性格什么 但他们是彼此了解的好友 中意 对性格不一样 完全不同 最后一个 这个公园既有东方的特色 也加入了西方的 哪一个 元素 元素 对 加入了西方的元素 所以很有特色 好了 那么这是念习八 念习九是一个总结 那么你们可以回去填一下 填一下 要注意用到课文里面的一些关键词 好 那么大概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有问题的话 欢迎你们留下来跟我讨论 没有我们就下课 大家周末快乐 再见